尊敬兵 我已經在談判了 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子好不好 來 簽一下 無黨籍對手蕭和嶺突襲 拿出超大辯論 站鐵威農尷尬握手 就是不簽名 今天早上蕭先生 還是我們的王議員 大家在不提出具體主張的時候 不斷的要求辯論 這個就很恐怕 會淪為選舉的操作而已 這樣子充滿抹黑 謾罵跟口水的辯論 對我們的公共政策 對我們的公共事務有什麼價值呢 無印農在用同套方式打太極 不過看看對手王宏偉爽快 答應簽下站鐵 但有一個前提 個人很歡迎 但是呢 就是 但是我要先寫一下 就是我的前提是三個人 當然 當然 立委補選辯論三缺一 王宏偉手提出的還稅 余民立委也拿相跟敗 無印農說法也不得不變 超收的稅務的部分 其實對於還債這個東西 我們是非常的認同 也是我們一致的立場 我也希望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相關的紓困 以及振興的方案呢 能夠做得更快 更多 更好 無印農的狀況外 王宏偉也懶得理 我們在談的是 怎麼在即將解封的時候 讓所有的市民朋友們 所有的國人 都能夠過得好一點點 過得輕鬆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這是兩回事 無印農先生對我有關政見的指教 我已經不想回應了 選戰倒數十天 王侯偉緊鑼密鼓 先到立院實習 無印農將邀請副總統賴清的站臺 打破選舉是一人江湖 我說過他的政見是一個人的江湖 但是在選舉的部分 無印農先生他就是小嬰男孩 所以當然我認為民進黨 還是會請全黨之力 來協助無印農 選戰進入最後階段 就等無印農敢不敢直球對決 點頭站上辯論台 記者鄧劉仁軒台北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